黃國昌委員 市委主席 首先感謝今天列席所有的學者專家波榮 前來參加這一場有關於大法官審查的公定會 那我必須要說 在禮貌上 我應該要說啊 各位所表示的高見都會成為接下來本院審查的依據 但是實話說 會被參考的並不多 我知道這樣講很傷感情 我為什麼這樣講 2010年10月4號 也是在這個場地 那個時候進行馬英九 所提名大法官審查的公定會 當時還在中央研究院任職的我有幸也列席作為學者專家 我在那場公定會裡面 我說了 這個職位的重要性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職位的重要性 因為我想要說明的事情是 我那個時候對於 馬英九時期 大法官的審查程序到底是怎麼在進行的 我有非常強烈的批判 過去 非常多的公民團體 包括學者專家組成了大法官監督聯盟 一而再再而三的對這件事情提出要求 那個時候列席 立法院公聽會的我還是一個學者的時候 我也提出過相同的主張 我說 我們看一下當時美國歐巴馬總統 提名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卡格女士 出任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時候 他們的參議院是怎麼樣在進行審查程序的 參議院的司法委員會是怎麼樣 整整花了四天的時間舉行公聽的程序 而在公聽的程序以前 又要處理哪些嚴謹的程序 我們的國會 到底對於這麼重要的位置 是採取什麼樣的審查態度跟審查密度 對於這項任命司法院最高職位的 慎重性與尊重感 還有全民對他的期待以及要求 都可以從這個審查程序裡面反映出來 當初我所批判 草率 要強度觀山 要護航的程序 那個時候 8月24號 總統提名之文 我講的是2010年 8月24號總統提名之文 送來國會 舉行公聽會的時間是10月4號 那不管怎麼樣 也過了一個多月 這一次 我們的大法官提名作業是怎麼做的 我們大法官的提名作業是 5月29號總統府公佈四位大法官 結果 按照目前執政黨所排定的議程 我們竟然在6月27號 就要進行大法官同意權的投票 這個是像過去 糟糕的例子看齊嗎 這算是有司法改革的決心跟擔當嗎 這算是我們要提名 讓人耳目一新的大法官 國會應該要有的審查程序嗎 有一些公民團體的朋友 很有道德勇氣 我知道學界的人啊 不太喜歡得罪人 我自己當過學者 我也知道了 學界的人不太喜歡得罪人 特別是要得罪那些 以後要當大法官的人 以後自己在法學界前途堪餘啊 在學界的人完全都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但問題是 這個社會不能夠只有 向權力屈服的知識分子 這個社會需要有用一致的標準 我過去怎麼檢驗前朝 怎麼批判的 我今天就用同樣一個標準來檢驗來批判 而不是因為過去的那個總統我反對 我嚴加批判 現在的總統我支持 所以我放水緩加 我相信今天坐在這邊 所有的學者專家都有一樣的風骨 否則各位大可不必 都是有名的教授律師 花這個勞力時間費用 領取本院 我覺得微薄到 有一點讓國會羞愧的出席費 坐在這邊一個早上 我希望你們針對這個審查時程 這一次的國會 這一次四位大法官 審查時程的排定 是不是辜負了過去 大家長久以來 對於大法官審查時程的批判 甚至我更具體的講 這個時程之短 我現在還找不到潛力 沒有短程這麼離譜的 第二個 我也希望各位審查的學者專家 能夠讓台灣社會有一個清楚的基準 什麼基準 我們期待的大法官是什麼 有憲法專業的素養 有具有人權的理念 還有什麼其他的要件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一個平庸的法官跟法律人 還是要有一個超水準的法官跟法律人 我現在不是在做法官領選 我現在是在做大法官的審查 是平庸的素質 在司法體系裡面 乖乖排 聽話 平步清雲 一步一步往上走 然後看他的審查資料 沒有貪賭 以目前可以掌握的資料也沒有關說 這樣就夠了 還是還要其他的條件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講得更具體一點 這一次被提名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院長 楊院長楊慧欽 我看了他所有的經歷 他是一個好法官 我相信 在行政法院體系裡面 一步一步往上爬 當院長沒有關架子 待人很和善 然後常常辦稅法案件 這個大概是我看完了他所有資料以後 他給我的印象 但是我心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是 這樣就夠了喔 這樣就夠了嗎 如果這樣是夠了的話 為什麼是他不是別人 我最強調一次 但是我對他個人並無惡感 一沒有學術著作沒有關係 那是法官嘛 那第二個 專研稅法辦稅務的案件 結果幾十年下來到目前為止喔 加上他一個說已經被接受還沒有發表的 在法令月刊上面那種等級的文章 三篇 那大家對於我國稅務法院 大家長久的詬病是什麼 你有沒有站在 納稅者全力保護的立場 為他們的憲法租稅人權而奮戰 我希望挑出來的是這樣的一個大法官啊 但是我終關所有的紀錄 我看不到啊 他所服務的 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以前的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在批判的事情一樣啊 就沒有憲法意識啊 聽稅官的話啊 按照那些行政函事啊 導致在我國的租稅案件裡面 納稅者敗訴的比例高到嚇死人了 變成駁回法院 那這樣子一個在這種體系裡面 一步一步往上升官的人 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說 從他過去的經歷有展現出 為租稅人權奮戰的紀錄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要提這樣的大法官 是未來 人家在 申請違憲審查的時候 以前駁回習慣了 到大法官繼續駁回 這是我們要的嗎 第三個事情 這個就有針對性了 我對於現在的司法院秘書長 呂太郎先生被提名為大法官 我對於 呂秘書長在民事訴訟法上的造譯啊 我沒有意見 寫很多文章也參加民事訴訟法研討會 以前我也是民事訴訟法研討會的議員 願意參加那個研討會在那邊接受 我拷問的都是有一定膽識以上的人 但問題是 當他做一個司法院的秘書長 在司改國事會議還沒有決議的時候 竟然透過黑箱 大會還沒開喔 他已經黑箱組成了一個 所謂的參審制修法小組 開始你條文 欺騙社會 欺騙所有參與司改國事會議的人 搞這種黑箱的司改 完全背棄了這個人民以及社會 對於司法院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要有的託付 這樣子的人適合當大法官嗎 這個是為權力而服務 還是為了人民有期待的司法改革而服務 我也歡迎所有與會的學者專家 針對我所提出這麼具體的問題 提供大家高見 大家可以說 呂太陽在做的 是每一個秘書長都會做的事情 他本來就是要為權力服務 現在我們提名這種為權力服務的人 當大法官剛剛好 以後大家有樣學樣 時間的關係 主席已經站起來 我尊重其他委員發言的時間 那非常抱歉喔 因為現在正在進行非常重要法官法的協商 我作為黨團的代表 我一定要趕回去 但是今天各位的發言 一定都會列入我非常重要的參考 謝謝 謝謝